我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修 晚上休息在大树底下打坐 树底下垫着一些草 用草铺一个座 他在那里打坐 菩萨看到呢 不是 菩萨看到的时候 释迦牟尼修坐在金刚宝座上 那不是坐在底下 那到底哪个看的是真的呢 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释迦牟尼佛那个宝座 是你心里的现 你心清静就看到宝座 你心不清静看到它草铺的座 说明真的 精髓心传 一点都不假 那么经辞经忠 这达成两个字 比喻的是 是心是福 是心做福 这是金宗第一 能念之心 本来是福 是能臣者大 齐心念念念做福 念念做福 故所臣 这两句话 是金宝库的精髓 我们要特别留意 静宝库的信心 要从这个地方建立 中风禅死 在三十七年的开始里头 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跟这个话一丝完全相同 听起来还更亲切 此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此方 为什么 心尽在佛土尽 我一个人心清净 别人心不清净 那这还是净土吗 是净土 你一清净心 你一住在这个地方 感觉的就是净土 为什么 精髓心转 你清净心 不能转境界的话 你的说明 你的心并不是真清净 真清净 真转境界的 那释迦佛当年在世 我们看到跟我们住的一样 一样环境的 实际上 实际上他住净土 我们看不到 我们凡夫看到 释迦摩尼说 晚上休息在大树底下打坐 树底下垫的一些草 用草铺一个座 他在这打坐 菩萨看到呢 不是 菩萨看到的时候 释迦摩尼说 坐在金刚宝座上 那不是坐在底下 那到底哪个看的是真的呢 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那释迦摩尼佛那个宝座 是你心里的现 你心亲近就看到宝座 你心不亲近 看到他草铺的坐 说明真的 尽碎尽传了 一点都不假了 所以我们相信 身体不好 没关系 现在科学家也告诉我们 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 只要把心态调整 那这病就好了 中国有些有名的老中医 他们在这个诊断治疗 告诉我们 病治好 百分之七十是心态 医药起作用 只能占百分之三十 所以心态好 这个病很容易治好 心态也不好 神仙都治不了 不是别人心态能转你 是自己转自己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的心态好 身上什么毛病都有 我们心态好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时候 山和大地 不会除灾病 为什么呢 环境也随我们心转 我们的社会 这几天 邀记一些 志同道合的 同餐道友 我们大家一起 认真地来修六合金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对自己来讲 身一心健康 家庭和目 事业顺利 万事如意 还有更大的一个作用 香港 广东这一带的地区 没有灾难 我们这个心态一转 会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自渡就渡了人 自救 也就救了这个地区 这是迷信吗 从前一般人 现在是迷信 现在有 科学证明 昨天 有同学 在网络上 下载了一篇 就讲这个事情 太好了 量子科学家讲点 我们能相信 我们能够接受 下面说 有能修者 即是 是心 是佛之心 所修者呢 是是心 做佛之心 能修 所修 只是一心 即心即福 幸福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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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